大球 强强对决 两队选手都目前我们中国队一步去之后 就无畅已经有一个人拿五战公开赛的桑打冠军 所以对我们来讲 京都这种运动员 那么他们赢得来的摄像机 对不仅我们自己是中国队最早 最早开始的 现在的可以说科技的手段啊这些设备啊 发懵了到最后是因为赛夫 好球 四比八五上一八球 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些精彩对决 十比七 拉直线 一般都比较喜欢更多的揭发球比较主动一些 我最想打波尔的球 那我这一轮我就先打波尔 要这个揭发球 现在是无上 这是在打波尔的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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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线 很好都威胁 你发 你停又发球 索斯发球 测拳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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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的老的运动员他们进军的运动员 叫李婷因为我等自己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公平当中呢 要做扎实 没错 现在 9比3 全国人民相信这样的掌争也是给我们鼓励 有自己的特长 还有点跟往常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黄领队说到这个问题啊 到场馆来但是没办法 但我觉得是对中国最少很正常 这个第2个 那第3个这个全国的这个教练竞聘 那么我们在这个以功而去努力要去拼搏 是的 现在 球 回摆 拉直线 就能够成功 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双打没关系一人一下 好那么从这两个球来讲是一个关键 这局的比赛 决赛是由德国的布尔和索斯对着韩国选手 没有太大的作为 但是在双打上已经是世界亚军 现在的阵手拉球的失误还是比较多 比赛 5比2 弱一些 而且相比之下 布尔的振幼范也是要弱一点 他侧身位他很好的 好球 整体的实力都还是可以 威胁打 这种一拉就威胁非常的大 反手最少都能拉 来回打的比较重要 都是反手好正手他 和索斯发球 出台了 福尔回短 言不由衷的感觉 5比8 波尔发球 波尔和索斯 第一次问鼎了 国际平年实验区维赛总决赛的